澳洲女星瑞貝爾·威爾森 憑藉電影《歌喉讚》中胖愛每一角爆紅 近期她主演了電影《性人與海馬》 講述腦部受傷的患者與家屬遭遇的種種事情 她坦言第一次看到劇本的時候 聯想到家人生病的經驗就忍不住哭了 在電影拍攝期間她也與劇中角色一樣 經歷了求子的挫折 因此這幫助了她塑造角色 以內斂的演技觸動人性 此外瑞貝爾過去拍片時 慘不小心滑倒撞到後腦勺 短暫地失去知覺而緊急送意 醫生發現她有輕微的腦震盪 但她還是敬業地回到片場工作 結果因為沒有好好休息 導致之後的好幾天 她都感到劇烈頭痛、噁心 以及肩頸酸痛 她藉此呼籲眾人 撞到頭部一定要進行檢查 並且好好休息 絕對不能出事這個問題呢 前景叫做答案 我張卡詞 他會議 委員長 在電影拍攝, 親自創造 同選 在電影拍攝